一阵光芒后 雾天和特兰克斯竟融合成了一个胖子 第二次又成了个古兽如柴的老头 别说战斗了连战力都费劲 又30分钟后继续第三次融合 这次爆发的强光明显更加刺眼融合终于成功 比克还想让他们变身超赛再融合一次 谁知获得力量的雾天克斯表示根本不用 比克还想阻止但雾天克斯原地起飞 我这就把魔人不殴的尸体给你们带回来 此时魔人不殴还在继续做着毁灭人类的游戏 见到有人受难他竟会好心营救 可男人看到是他立刻吓得惊慌失措 害怕自己的人统统杀掉不殴一脚将之踢飞 手中接上光波男人瞬间化为尘埃 突然他的肚子被打出大洞 正是雾天克斯来到 不殴奇怪地问你是谁 自信的特兰克斯表示死人不需要知道 一套流畅的连招 雾天克斯自信已将敌人打败 还说着不好来之前说过要把尸体带回去的 而他真是太天真了魔人不殴 半个身体缓缓飞起 橡皮般的肉身快速恢复毫发无伤 生气的波欧速度超快 特兰克斯不明白明明看出对方招式 却根本躲不开 接着就是被疯狂揉虐 波欧把他从水里抓起 一个头锤狠狠撞出 雾天克斯被死死相进墙内 就在波欧要给出致命一击 使人类军队正好杀来 飞机大炮对他疯狂宣泄 可不用想这些肯定无用 波欧自周身向外爆发范围攻击 一阵恐怖的光芒后军队全部化为尘埃 而刚才还狂妄的特兰克斯颤颤悠悠逃回天界 琪琪一边给悟天智商一边打着他屁股 以后可不能不听话了 眼含泪光地说我可就剩下你一个孩子了 布马倒是没那么暴力 但伤口也把特兰克斯疼得哇哇叫 比克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俩你们是地球唯一的希望 帮他俩换上新衣服融合再次开始 两小孩直接变成超赛将气提升到平行状态 超赛融合后的气息完全比普通融合强了百倍 比克惊叹着让他们试试强度 可谁知变强后的悟天克斯又开始狂妄 说完瞬间朝地面飞去 比克赶紧跟上可与之的速度完全不在一个次元 悟天克斯各种花式飞行从陆地飞到大海 从大海再直冲天空 只是几分钟就绕地球十几圈 飞得有点无聊终于决定停下来等会儿比克输手 过了许久比克终于找来 悟天克斯不等他说话直接断定测试结束 再次朝魔人不殴杀取 此时比克憋着的话终于说出他们的融合可只剩一分钟了呀 她要为了 死团了 无岔 谁来的 我来的不好